工業局的長官 然後還有周處長 然後還有各位企業先進武安 那我是一夜公司 PairPod的品牌經理Petty Downs 那今天很容易就是可以 收到那個品牌 關於是黃中琦黃經理的邀請 那今天能夠來分享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品牌的心路上 在打造品牌整個心路歷程這樣子 那當然很開心就是說 在接受在去年的品牌輔導案之後 那我們從去年底到今年一二月 我們的品牌成績都有很大幅度的成長 那特別就是我們的那個管庫公司這樣子 那在前面 我先介紹大家一點時間就是說 剛剛大家進場的時候 應該有收到一個小贈品這樣子 因為我們公司帶新北的新店 所以帶一個小贈品 它是一個SIM卡一個收納夾 那我想到就是說 各位企業先進可能都會有一些 出國出差這樣的需求 所以這個SIM卡收納夾 大家可以把就是出國的時候 更換SIM卡就放在裡面 那它大小跟後部 剛好就是那個 信用卡的一個大小 所以可以收納在你的皮夾裡面 它就防止醫師 那個交友證品 當作我出來炸到一個小禮品這樣子 那不好意思 因為前幾天剛好就是感冒了這樣子 所以身上就請大家多擔擔了 所以一夜我們成立於1994年 那到今年就是第24年這樣子 那我們也其實也很感謝我們 一直支持我們的客戶 那國內外這樣也包含給我們一直以來 一路以來的支持 所以我們在整個營運上 像從OEM、OTM到OBM一路走來 我們一次專注經營在包含像 車架的產品 那還有各式的一些手機周邊 這樣子 就像剛剛有提到說 除了車架以外 事實上我們在整個品牌的 產品線裡面 還有包含像就是說 充電線 然後或車充 或說一些3C的周邊 甚至到運動的周邊 周邊我們都有去有一定的設定 那剛剛其實也跟 剛剛包含魚具有去聊到說 我們這樣一個產品 似乎是一個鴻海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 一直投入很多一個創新跟研發 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面 那希望說 跟著我們的客戶一起共同成長 然後跟市場的一些機會 一起與時俱進這樣子 那這幾年來 因為我們一直專注在一些研發創新 所以很高興說 獲得一些 各界的一些肯定 獲得一些獎項 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 我們國內外一些 大部分的一些支持 那也對於我們的一些 設計也好 研發也好 有一定的肯定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會投入章魚的市場 大家看視一個鴻海市場 主要是我們也看到說 行動周邊的領域 事實上它是一直正向在發展的 所以我們也從這裡面 事實上整個鴻海裡面 找到一些藍天的一個機會 那就回歸到這 比如說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做品牌 那Peripower 事實上 它是一個複合式 它是Peripower 跟Power 兩個字的結合 那我們當初取它的名字 是希望能夠集結八方之力 然後再注入我們的周邊的產品的生命力 但是事實上在2005年以前 那時候我們遇到一個產業的瓶頸 我們從手機的配件做到手機零件 那時候已經是手機零元的一個時代 那既然手機已經零元了 那誰還要修手機 所以變成零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 黃昏的一個系統產業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決定說 那公司應該要做一個轉換 就是轉換產業類別這樣 那時候老闆決定說 我們應該要重新回到手機配件 這樣一個角度 所以那時候他 老闆在開發第一支產品的時候 剛好我也在他身邊這樣 那時候跟設計師跟工廠 我們在討論這產品的時候 老闆自己就講到說 我覺得現在的手機車價都很醜 不好看 然後也不好用 那時候放PDA 那沒辦法還會掉下來 那時候就是還沒有iPhone這樣 那所以老闆說他想做一個好看 然後而且能夠再符合 使用者真正操作情境 那最重要的是說 他的價格是合理的一個動控線 那也就是這樣 我們經過大概半年的研發 然後做出我們第一支產品的 那產品做出來 可是也不知道賣給誰 那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 所以那時候想說 那不然先打個logo上去 然後就自己先慢慢看 那我們就自己從第一支產品 就到處希望可以 有人可以幫我們銷售 那經過兩三年後 我們發現說 這樣車價市場 因為我們跟上了GTS導航機的一個潮流 所以其實代工的產業很快就起來 我們走過像一些國內外的一些展覽 那代工其實在幾年內 它其實就有很明顯的一些回饋 可是我們發現說 那品牌呢 就是品牌好像我們一直一直這樣賣 大家可能在座很多是製造業的企業先進 那知道可能製造業 MOQ一次可能是上5K 但是品牌在上架的時候 我們產品可能是3、5個在上 那好不容易上去 但是賣不完還會被下架呢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曾經懷疑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繼續堅持下去 尤其是說在 但是我們關注到一點 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打算我們自己的logo在網路上賣 在現下實習通路賣 那有很多的代工的客戶 反正因為這樣子 然後回頭來找我們幫他做一些代工 我們發現好像這樣品牌的價值 有存續的一些機會跟可能性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繼續努力下去 所以事實上 這品牌到今年已經是12年 大概12年的時間 那我們在2005年 一直到2011、120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沒有想太多 就是工廠設計什麼產品出來 那我們就放到我們的logo 然後做好包裝 然後就盡量到處去賣 那一直到2016年 那我們那時候也經過 第一次的一個品牌輔導 那我們決定說 重新去匯整出 整個Pairpal的品牌元素這樣 那我們那時候對自己的定位 是便利、愉悅、可靠 因為我們覺得在車價的商品上 應該讓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 他穩定一定是最重要的一個需求這樣 那我們就是這樣 就是對品牌不是真的那麼了解 但是因為有了這些元素跟定位 我們也就很努力的去讓它曝光 可是一直到2016年底 其實我們一直覺得 品牌怎麼那麼長一段路 那好像這個業績沒有像預期般的亮眼 我們是不是少了一些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在整個從代工走向品牌的這一路來 就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疑問跟想法 所以我們在2011 應該2017年的時候年初的時候 我們今天參加了那個品牌的診斷 那先去想要先去了解說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在那一次的診斷 那經過公司就是明察暗放 就是說也去實際去了解說整個客戶的一個狀況 然後給我們 就完整的給我們一些回饋跟訊息 但我自己的解讀大概是像 有一些內容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自己呢 是選手房前三的一個手機設計改革廠 那也有很多產品的一些測試 然後我們投入在一些研發的機台上面 非常多高的一些費用 那我們也能夠去符合 比如說像這支產品 它是一個手機架 那它的開核能夠達到一萬次 那這是我們對於就是 就是消費者的信賴性的保證 或是它的吸盤呢 可以承受瞬間拉力到45公斤 那包含我們也有像ROSS 對於材料啊 或對於整個測試的驗證 信賴性的測試 都有很高的一定的保證 那這是包含像專利的布局 專利的布局不是為了去攻擊別人 主要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的客人 那其實專利的布局也代表說 我們在整個創新 然後跟研發過程裡面 一直能夠日益求精這樣子 所以我們有那麼多的一個背景 然後我們就想說 照來講我們品牌應該可以做得還不錯 那樣子 那到底是說我們這幾年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一直到2016年前 包含也有很多人說 我們應該要成立消費者的一個體驗門市 所以我們在新店的保證路 我們去設立了這樣一個體驗門市 讓消費者可以到我們的店裡面來 然後我們現場也去陳列 包含像那個車頭啊 這樣子一個擺設 讓消費者實際可以去安裝 那甚至他的車子可以開到我們門市前面 讓我們實際上車去幫他安裝 就讓消費者去知道說 實際用起來是怎麼樣的感受 那展覽是不能少的 像這張圖是我們在2012年 是第一次工作人員花大錢 然後去參加那個12月的資訊院的展覽 這樣子 那不只是國內展覽 國外展覽 我們都一樣都有去的 那還有平面媒體的一些報導 我想一般可能企業主覺得 最花錢就是在這個部分 因為你花了錢 那也不知道他的效益究竟在哪裡 沒有辦法很快速的一個回憶 因為品牌他就是一個 點點滴滴的一個累積 所以我們也會去做一下平面媒體 只要能夠有曝光的機會 我們都會盡量去做這樣子 那因為網路的世代 所以像部落客開箱文啊 產品的適用啊 影片啊 口碑文這些部分我們都會進行 當然這部分我們公設企業文化 是那個誠信證詞 所以我們不會去左右就是 部落客他對於開箱內容的一個內容 那甚至我們也希望說他在使用過程裡面 如果有跟 能夠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是更好的 那甚至我們還有包含就是跟 意見去做合作 比如說像這部分的話 我們自己做的手機車架 那我們跟Pawargo他的軟體去做配合 希望能夠借力實力 讓我們的曝光 品牌曝光能夠達到最大這樣子 那 該上的通過我們也都上了 因為我們做的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大眾型的一個產品 所以從汽車精品啊 三次電信啊 戶外 運動戶外啊 生活百貨到網後平台 我們大概能夠做的 都做得不少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會問自己就是說 那到底 為什麼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那那個業績就是沒有像 想像中這樣子 就是一飛而上這樣子 那就是經過顧問 給我們很多很多一個提醒這樣 那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好像我們是認為自己是 台灣車價第一品 台灣是自己的自我概念非常好 那發現好像消費者不太記得住我們 那我們賣的好產品 其實建設者也有在賣啊 那我們到底跟他有什麼差別這樣 然後還有真的 他在買車價商品 或買其他三億周邊的商品的時候 到底是知道怎麼選擇我們 那有很多很多的 這個問題 就是有管務公司跟提出來這個問題 我發現我們 竟然其實整個團隊是沒有答案的這樣 可以舉例來講 譬如說這個我們是在 七色百貨的一個展示 那可以看到上面那個對手 還有經濟對手同業的一個展示的方式 那底下是我們自己 我們雖然陳列我們都有努力去做 但是我們並沒有把那個情境模擬出來 然後消費者覺得 這是符合他的訴求的 然後 或是說在整個 他在產品的定位上 我們並沒有很明顯說 一樣都是包裝掛上去 那我們跟大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那或是說我們 剛才上的通路剛剛有提到 我們各種通路都有上的 但是我們 我們似乎沒有很認真在細節上面特別關注到說 我們怎麼樣的管理會是對消費者來講 他是能夠容易識別的 所以 經過這段時間就是將近一年的時間 對 那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一些調整 那可以看一下我們經過這一段時間 那有哪些的改變呢 第一個其實是在重新定位 最小我們在2012年那時候第一次的品牌步道的時候 我們定位自己是娛樂便利可套 這樣三個元素 那這些事實上沒有錯 但我們發現說在品牌的整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只是在 要能夠打造跟別人不一樣的眼界的時候 我們要用不同的方式的定位 讓自己的品牌能夠突出 所以在經過廣告公司這邊 幫我們重新收集了很多各方面的意見 包含消費者的資訊 然後通路的資訊的時候 然後幫我們重新出 定位出三個不一樣的元素 包含就是探索 我們希望能夠突破框架 然後勇敢去冒險 然後直覺 我們覺得產品不是猜你 要人家一眼就你 那小巧是 我們應該更比別人多強一點 然後能夠更貼近消費者 所以看到以前 我們可能在 七十百貨上架的時候 我們產品都有展示 但是只要消費者 一去操作 或去體驗的時候 產品就會很容易變得很混亂 那後來我們去製作 像左下角的這個 像他是真的一個 汽車上拔下來的一個冷氣出風口 然後去固定我們的裝置 然後或是我們去做 斬架的部分 或是這樣做到跳跳牌 那消費者 他站在那一面 強 強面的時候 整個產品牌裡面 然後他很能夠在第一時間 就關注到你的產品 那這個是我們在 通過上設立的裝櫃在右邊 那以往我們產品的擺設 可能像左圖這樣子 那裝櫃的設立 事實上對我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也是一個里程碑這樣 那因為這樣子 其實原本產品都被推放成在下方 或是很凌亂 那現在只要消費者一進到店裡面 他就會很明顯去看到 我們產品有一個裝櫃在那邊 而且他的體驗跟找尋產品 也會變得非常容易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提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我們在第一個展價要上之前 那時候我也拿了一張那個 費用的申請單給我們老闆的 那這個櫃子大概是三四萬塊 然後我們老闆就是眉頭一皺 他說我們有必要花錢做這個櫃子 那三四萬塊 我們不能去花在網路行銷上 因為網路行銷 可以讓消費者一直去搜尋到 那放在 那個櫃子放在這家店裡面 他要能夠怎麼樣獲得最大的效益這樣 那一直到今年年初 我又拿了一張費用單給我們老闆 那這次上面是一百多萬 不過他沒有割到我臉上來 他只想一秒他就簽 所以我覺得品牌他本身其實是 上下凝聚的一種共識 就是我們要知道說我們要往哪裡走 我們要怎麼樣做 價值才能夠體現 所以我們在今年初開始在 全城的教育服上架 那這整個新的二代的一個展櫃 他整個本身是用鐵劍去做的 我們希望他更扎實更精緻 然後在整個陳列上 包含他的高度啦 產品的應用啦 像上面那個用手邊那邊 他的那個車充 都實際可以讓消費者去充電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精英在這些 包含就是展示上 讓消費者的互動可以更直接這樣 OK然後包含影片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消費者都會看影片 但過往影片我們可能是非常的 婉轉 非常的就是就從產品的介紹面去著手 那新的影片我們也是直接針對 消費者會配合的點 他的想法 我們直接配合下藥 他在乎的點 那我們就把它實際派出來 所以這是在山路上去實際的應用 那在產品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經由一些 包括像 焦點團體也好 或通路客戶的一些建議 我們知道說在產品的開發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這個產品本身要解決問題 講清楚 讓大家知道在挑選的時候 到底應該哪些東西才是適合他的 所以包含像 手機使用上的角度 因為我們必須用到導航 或說他真的在駕駛的時候 他的角度怎麼樣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要從駕駛以及乘客的角度出發 然後在產品設計的時候 就要去解決他真正的問題 然後在比較軟性調的部分 知道我們也把品牌故事放到行路裡面 那可以看到右邊那個 是我們2018年就是最近的行路 那個打開車門 就是很像在歡迎大家 跟我們一起去冒險 那希望藉由Pair Power的產品 能夠讓消費者的行動生活 能夠獲得更多的應用 然後滿足行動生活 滿大的一個不一樣的收穫 是在於細節這件事情 所以包括我們整個內部的營運資料也好 然後我們的所有的會議 顧問全部都是全能參加 所以適時的在每一次會議之後 或每一次的研究分析之後 都會給我們很多的一些建議 然後持續的做一些修正跟檢核 那品牌畢竟是自己的 我相信就是在顧問團隊離開之後 我們要能夠自己去接手 在讓這個品牌走得更遠 所以我就建立一個團隊的氛圍 那才是讓我們自己走得更長遠的一個方法 那就我自己認為 真正在品牌 因為我們做的就是手機的周邊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核心還是在產品的部分 我們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設計 研發也好 都是為這個產品投入一個心力的一個方式 那真正去找到認同我們的人 他可能是消費者 使用者 任何人 能夠認同我們 然後我們才能把這品牌延續得更遠 更重要就是說我們要一群人一起努力 這一群人其實包含公司從上到下 因為我覺得品牌一個貫徹 其實他的延伸不只是業務團隊 他從設計面也好財務 然後一直到資材 他可能都會是每一個品牌在不同階段重要的角色 像這張照片是 我們老闆會帶著我們去華東騎搭車的 我們後來騎到台東 然後在去年我們也一起去台東活水湖 一起完成的那個三品比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請 我們顧問公司Joyce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整個不到內容跟做法 好 那我們先這個第一題的分享 那我們公爵長官還有我們這個中組長 還有各位業界先生大家好 這個我想送這個廣告來講話 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說 聽到我們的客戶的業績 也很明顯這個成長 我想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方法跟輔導這個項目 能夠讓我們的業者 能夠在業界 就是他在未來能夠 其他能夠複製這件事情 我昨天在跟這個 佩里在做這個旅合走的時候 我看到一封E-mail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呢 他們過去12年來 不知道怎麼去進行這個通路的時候 被通路是挨家一回去求 然後這個被通路怎麼樣 就是上架完之後又下架這樣 但是呢昨天他收到一封E-mail 就是來自這個大買家賣場 主動寫進邀請他們說呢 想要跟這個我們一夜Perry Power合作 那而且他們內部團隊 反正他們已經產生了一種 就是一種效應就是他們認為 他們已經學會了說 怎麼去跟通路接接 怎麼去跟通路談這樣 那也當然他們這個業績呢 這個旅創新高 我想最開心看到這件事情 那今天我也想要跟鼓勵各位 這個我們今天來參加很多 想要聽到這個品牌輔導這件事情 各位可能是特別是老闆 或者是這個負責品牌 這個主管也很重要 就是剛剛佩里裡面有分享 本來我們透過這個外部的訪談 內部的訪談 然後很多通路的聲音之後呢 我們今天這個老闆說 事實上這個展示這樣是非常重要的 剛剛有沒有聽到關鍵字 就是要做一格的時候眉頭伸索 但是呢因為他講說 老闆如果你沒有簽的話 這個H1 IPA裡面 這個Joyce 可能這個 下禮拜就來追說 為什麼沒有進度這樣 所以老闆可能眉頭伸索就簽了 那沒想到簽了之後 他發現業績慢慢的起來了 在上個月呢 簽100多萬的時候 眉頭渣都不渣一下 所以呢各位老闆就是說 在這個在這個品牌 製作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這個老闆的CAMIMO 或是這也是蠻重要的這樣 所以我們透過他的這個問題裡面 他主要的三個問題裡面 我們透過一些 在這次我們公會局的 輔導計畫的架構下面 我們幫助他 去做一些輔導的一些做法 那我想很實務的跟大家來做分享 就是說 我想做品牌這件事情 很重要是在說 你要知道 到底是誰掏錢在買你的東西 然後呢 他在掏錢的過程裡面 我們講就是說 這個他在消費的整個過程裡面 他會有幾個很重要的階段 第一個呢 你是透過什麼樣的訊息 讓你的消費者注意到你 就是他所謂的這個 察覺跟思考的時候 然後你要怎麼去操作 讓他呢 能夠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剛剛佩莉的分享裡面有沒有 他在賣場裡面的時候有沒有 你怎麼在那麼那麼多的 這個產品裡面 那樣跳出來說 別人會選擇到你 所以當他在察覺 就是 我覺得這個佩莉 Power 有意思喔 有特色這樣 這是察覺跟思考 那現在他就會覺得怎麼樣 就是進入所謂選購跟比較 比較什麼呢 那你跟別人到底有什麼差 對不對 你到底跟 因為賣這種東西 其實你們 我講台中最大的就是金鴻燊七百碼 對 你可以去看 裡面東西你拿滿目 你怎麼在這個過程裡面跳出來 那最後呢 你怎麼讓消費者知道跟感受到說 我使用的這個東西呢 是非常的安心跟安全的 所以是使用經驗 那最後呢 是跟他建立關係 建立關係的意思代表什麼 代表他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他後面還會再回來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個MOT的這個品牌 這個關鍵時刻呢 因為我們這個人生裡面很多的 關鍵時刻 市場消費者在選擇點東西的時候呢 也有很多這個關鍵時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架構 跟這個方法 這樣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通常在講 很多很多這個做這個市場調查 其實像市場調查來講的話呢 有時候呢 我們也有 這十年來接觸到很多的這個客戶 有時候常常會聽到就是說 老闆或是品牌的富人 想說 你會比我懂嗎 你又不是這個網路公司 又不是這個業界的 你會知道 我知道的事情肯定比你多吧 這樣 就蠻常聽到 這樣 所以有些時候是 有些事情是各位在做這種 就是想要建立品牌的業者 你可能已經知道 消費者當然是誰吧 你又不是我這個業界 你可能肯定沒有我了解這樣 他又說 我大概知道我的品牌是怎麼樣吧 那今天對手 我想我也給你了解吧這樣 這是你已經知道的 但是呢 通常你在做這個調研 你想說 好吧 那我就透過一般的調研公司 現在很多外面 很多市面上 很多那種店 可是那個調研公司 畢竟呢 他在做這個調研的時候 他比較沒有辦法抓住那個 準確的那個問題 那經過這個 我們很常在做這個市場調查 你會知道呢 就是說 我們可以找到 你不知道 能告訴你哪些人 就是哪些消費者 現在沒有滿你的 但是呢 你可以爭取的 就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競爭 等於去找到就是說 你有哪些是競爭對手 他現在做的不好 而你 卻被改善的地方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你就有機會可以怎麼樣 吸取到 你的競爭對手 我們透過這個方法呢 就會很成功的幫助我們這個滑航 的這個商務艙的這個營業人呢 很快速的增長 好 就是說你這個這個調研的過程的方法裡面呢 還有很重要 你要知道沒有滿你的消費者 他到底是為什麼 就是剛剛佩莉講的 我們做品牌這件事情 其實很重要是什麼 要找到問題 還有面對你的問題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你到底 你要問問他我們消費者 或是別的競爭對手 為什麼你不買我的東西 到底為什麼 還有最後很重要就是說呢 那麼多事情要改的東西 有一卡成 對吧 資源有限 人有限 錢有限 所以要聚焦 最後我們到底要改什麼事 才能有最大的效益 等到我們賺到一桶金之後呢 後面再 再慢慢再改其他的事情這樣 好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一個 我們透過通過訪談 去瞭解消費者 同時呢 我們也去做這個消費者的這個 FGD的一個做法 去聽聽看到底 很多其他一些競爭對手 為什麼不買我們Pair Power的產品 還有我們自己的消費者 對我們的一些看法 為什麼你買第一次 沒有再買第二次呢 那最後我們把它 解構出來這個MOT的部分 這樣 就是那個交流團體訪談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MOT的這個情境的一個做法這樣 好 那最後我們就產出了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品牌輪 品牌輪本身的關鍵在於哪裡呢 比如說我們在過去吧 第一期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那個品牌訊息 但是呢我們就是產出了這個 比如說我們想要傳遞我們Pair Power 是直覺的 是探索的 是小巧思的 關鍵是 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好 在這個MOT的關鍵時候 能夠讓我的消費者感受到 什麼叫做直覺 什麼叫做小巧思 什麼叫探索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品牌訊息 才不會流於什麼 只是一句話 一個字而已 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透過這樣一個操作的時候 消費者才會感知到說 OK Pair Power 他是直覺的 他是探索的 他是小巧思的 好這樣 所以呢我們在很多 這個我們所謂的這個MOT 就是你要落實 這個MOT 總共有12個關鍵的MOT這樣 那我們沒有辦法一一的這個描述這樣 這個關鍵包含你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才能回答 或讓消費者感覺到這個小巧思 直覺有沒有 就是我們這個翻轉 實際上是非常順暢的 你會透過一些動畫 好這樣 這是MOT的其中一種 那最後通路的部分呢 是在說他們過去 因為可能因為 是因為這個代工 想要轉這個品牌這樣 所以他們對於通路這個部分呢 他們在跟他們借借的時候 其實通常 這個通路 就是你去找他的時候 他問你說 你今天什麼事啊 你來幹嘛 他說我們就是做這個 那你跟別人有什麼差 就問這幾個問題這樣 所以呢 我們在幫助他們過程 第一個 你要先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要先做淨品的分析 之後你要做這個提案 然後我們還跟他們做 所謂會錢的舉合手 就是我們帶著他們 一起去跟通路裡面談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 我說他們是蠻辛苦的 因為那時候通路電話買來 就是你來幹嘛 就賣不好啊 你又要來幹嘛 之類的 那後來呢 我們一家一家慢慢陪同他們 把他突破 然後把他落實跟執行這樣 比如說像700 他們現在就有72座的這個專櫃 然後跟通路有很多的這個品牌活動 比如說包含 這個通路要開幕器 你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才能夠讓通路覺得我們有這個合作的這個誠意 然後是他最強的合作的夥伴 包含這個例價 活動的規劃等等 還有我們要主打什麼樣的產品 這都是我們的這個 他的落實後面的這個MOT 然後我們的這個跳跳卡 這些你要怎麼倒進去 讓消費者感知到說你的差異化價 然後另外呢 就是你的下半年度未來新產品的這個規劃 你要依照我們消費者的需求 跟我們品牌重新定位之後 去設計我們的這個新產品 這樣 那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他們了解消費者 找到目標消費者 然後有12個關鍵的這個具體行動檔案 那有差異化的這個品牌定位 然後有通路的這個經營的模式 那有團隊有共識 那當然就是我們Petty 他在一頁已經非常非常的直升了這樣 也培養了我們業務跟主板的這個能力這樣 當然我要藉這個機會特別感謝他 因為他實在是這樣的這個堅強耐操 對 因為這個管固定的很兇 然後有一些汽車百貨那種專櫃這樣 然後業績的成長這樣 那我想最後呢 因為他們這個執行長 雖然今天沒辦法來到現場 他想要藉有一句話呢 幫我帶給大家就是說 各位業界先進就是說 是他們一頁整個從這個 這個12年來在經營品牌這件事情呢 他們終於在這個去年的這個 通過去年的這個輔導 這個品牌關鍵時刻 有證的這個資源 跟透過一些管務公司合作之後呢 他們現在目前已經突破了 邁向上品牌的這個三豐家 那也想進入這個案例的分享 那鼓勵各位 大家在座業界的這個先進 在這經營品牌這些資金事情上面呢 一定要這個品牌 就是當你有開始做那一天呢 品牌做多久呢 這種企業就能夠活多久 以上簡單分享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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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